中国景点 疫情不到一年 无论是高级品牌 小本生意 巴刹旁边卖锅的Uncle 瞬间都上了直播平台 尤其在中国 连奶奶都上线卖水果了 如果讲COVID-19传得快 直播应该比它更具有 上千百倍的感染力 五亿分十八般 Live Selling的套路可就不止咯 研究一下 类型一 娱乐型 以前为了拼收视率 艺人们都会拼了命做效果 现在在拥挤的直播平台 何尝不是 想要吸引观众 哪里有这样容易 于是有些人真的是豁了出去 男伴女才艺表演 坟场卖流点 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 他们通通都做了 网络世界没有可不可以 只有愿不愿意 第二种类型 亲民喜 离开了虚假的office 不用听同事婆老板 也不用听老板尿你 回家听听阿弁阿连骂人 是一种莫名的疗愈 这类型的主播不拐弯抹角 有话就说 不爽就骂 有时候还乱乱骂了 跟大众沟通 产生共鸣 绝对是他们的独门绝招 听得爽多多少少会让你想 支持一下你的brother sister 对不对 第三种类型 老板自己来 很多人最想顶撞老板的一句话就是 这么容易你自己做了 但是有些老板就是喜欢自己做 由锤子科技创办人兼CEO 罗永浩掀起的CEO直播 带领了一股新的热潮 虽然没有网络主播 十分之一的精彩 但照样吸引大批的粉丝观看 CEO直播的看点不一样 CEO对自家的产品了解 程度更高 内容更为专业 也为产品的质量和售后担保 带来更大的信心 网络直播不一定要胸口碎大时 或真价时 也是一种营销手法 第四种类型 炒饭 凶狠的台词 真实的表情 再加上完美的结局 他们是直播界的一线演员 我今天就要我家粉丝 在你这里买到好东西 买到大品牌 我们家粉丝传出去 也有面子 这部戏要三个人演 一个黑脸 一个白脸 再来一个被主播榨干的商家 双方安排好底价 再从高价慢慢砍价 你那么有病吗 人家提可事的 真过分 OK 你就给我三一千当 我一单给你补五十 我也不赚了 算了 粉丝心疼主播为自己争取好价钱 拼了命打赏 主播赚 粉丝看了很久 觉得从超高的价钱 看到现在超低的价钱 不买可惜 商家也赚 第五种类型 你不是人 主播 如果你认为 主播的最低门槛就是 至少要是个人吧 那你就错了 不是人 也可以的 曾经跟张绍涵 同台对唱 也是许多宅男心目里的女神 这就是中国虚拟偶像兼网络主播 洛天一 被设定为15岁少女的虚拟女歌手 洛天一的关注度和商业价值 完全不逊色于真人明星 最重要的是 明星都会老 但洛天一不靠任何保养品 都能年年十五 洛天一第一次直播带货 就有将近300万人观看 200万人打赏互动 还没卖东西 就赚了一大笔喽 无论你是阿兵阿联CEO 或你根本不是人 想要做直播 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话题和套路 再勤加练习 毕竟绝世武功 都是要花几十年来练好的